大家好 歡迎收聽理事台 昨晚開始了新一季的歐聯賽事 第一場分組賽是作客對亞即時 其實這場戰況挺激烈 雙方都有不少攻勢 但在這種情況下竟然沒有入球出現 最終我們只是憑著上半場對方的一個烏龍球以0比1獲勝 我們先看看這場陣容吧 門將繼續是用阿祖安 因為亞里神未相遇 而中堅拍檔是客串中堅的法奔勞和祖高美斯出來踢正選 所有集都是羅伯神和亞歷山達亞諾 而中場方面防中用了韋娜杜姆 中場另外兩個球員就用了詹斯米娜和居力斯中斯 前線三叉擊都是一樣 左翼文尼 右翼沙拿 前鋒發明爐 整體來說這場戰程挺緊湊的 雙方踢出來的節奏都非常快 但是我們前場繼續做的迫搶功效比較差 因為對方後防用球的能力都比較好 尤其是他們的門將奧娜娜 有這個曾經在巴塞清訓過的門將 就有足夠的傳控能力在後場猜散我們的迫搶 反而今場看到對方做的迫搶比我們後防的壓力更好 而亞祖安今場繼續以簡單為主的踢法 很多大腳長傳 盡量不控球位自己的腳 自然在後場面對著這些高壓的迫搶的時候 就沒有能力沒有技術去做一些猜拳 結果我們的控球的百分比只有52%左右 就拿不到我們一向所擁有的中控球優勢 反而多了一些快速反擊的機會 對方壓前做迫搶的時候給我們一些空間 但是前線的把握力差一點 真的把握不到那些反擊 通常都是需要在最後一傳太大力 或者線路傳球的時候被人捉到路 例如沙拿是一腳後腳給榮盧都頗漂亮 但是對方是百年特就可以捕捉到我們的動向 而封鎖了全球 所以做不到一些很具威脅性的反擊出來 三箭頭當中就以文利的秒營是最活躍的 很多反擊都是靠著他一個人大球上前發動 而他在邊路的突破力也造成了很大的威脅 而入球的時候也是靠著他 接影街外球的時候一個轉身就直接衝進禁區裡 雖然他想射球的時候 他想射球的時候 一隻腳挖著地面 連草皮也撐起來 但是反而這樣的球 令到對方的後衛 不知為何可以這樣左腳送球 其實我不太看得明白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可能是想左腳順著掃出底線 但是不小心就踢進網裡 這個帶點行運成份的烏龍波就打破了這場的僵局 仍然也是在一場節奏這麼快的比賽裡面 唯一一個入球都很令人驚訝 接著說一下球隊不同位置的發揮 其實上半場的防守是比較多問題出現的 中場的防護力就不太夠了 韋娜杜姆雖然是防中 而居力士忠師都是中場 但是韋娜杜姆跟人的意識不太夠 而忠師亦沒有積極地參與防守 結果又是對維拉當時被巴克利入球 或者對列斯被奇力志後上入球的問題出現了 就是對方的中場球員在一傳中那一下 太過集中於防守對方的役位 忘記了中場禁區頂的位置 然後被人從後插上攻門 可以看看這兩球 第一球在對方的左路發起 他們的左翼普美斯就切進入中間 準備傳中 這一刻我們就看到韋娜杜姆 原本是跟著禁區頂對方的八號仔加分比 然後看到對方開始內切的時候 阿歷斯安達亞諾未必守得住 看到韋娜杜姆就準備 因為他是防守 他就過來包回對方普美斯切進入路線 結果就把禁區頂的加分比漏了 而剛剛跑到回來的居力志中斯 李英就要跟上來補回禁區頂的位置 但是看到對方傳中被中間的泰迪回後的時候 到他加分比起腳那一下 居力志中斯距離對方的球員 還有一段距離 沒有攔截到對方的位置 也沒有緊貼對方給壓力 結果看到中場對於禁區頂的防守 還是差一點 尤其對於後上的球員 後上的中場上來 特別防備比較少些 然後看看第二球 這球是中場爭頂輸了 被對方中場卡神拿著球一直在左路推進 去到邊位禁區K位置的時候 就開始傳中了 其實一直都看到 那個進程中 就是韋蘭杜姆看著對方的左翼 在傳中的左翼 普美斯 但是去到他傳中的這一刻 其實他對於普美斯在禁區頂的防守都比較鬆散 他接應到傳中的時候 普美斯又沒有馬上射 他就在那裡控著球 然後當時就有祖公美斯在他前面看著他 而看到另一方面就是發奔路 就標準了對方的太敵 韋蘭杜姆就站在普美斯後面 但普美斯沒有射的情況下 分了去右路 比更加空的右翼 尼維斯 然後尼維斯 那一刻不知道是射還是想傳 結果去到門前被普美斯射了 而最後幸好左翼封了出來 雖然不知道這球有沒有越位 但見到韋蘭杜姆對於後上普美斯上來的助攻 看得不夠 而且防線的集中力也差了少少 就是比普美斯最後進入禁區最前的位置 可以起到一個單刀的埋門 這些又是看到中場的跟進防守的跟進不太足夠 直至下半場 半場就馬上換入佐端天達神 去代替居力斯中斯 由神軒踢回防中的時候 就保失這個漏洞 再說一下防線 其實高美斯開頭金場的時候也有少少問題 就好像開賽初段 這球就鬥得太深 包了越位位 幸好他足夠到自己追回來 如果在雲帝克決陣的情況下 就缺乏了一個後防指揮官 可能他也要適應這件事了 幸好這場球慢慢踢下來之後 他就可以穩定下來的表現 最終他有11次的解圍和5次爭頂成功的數字 都是全隊最高的 而法賓奴也在這場客串中堅 但他慢慢踢下來之後 漸漸都有領導後防能力 除了在開賽早段已經有兩次禁區內的關鍵難節外 最重要當然是有倒掛的護空門 這樣才可以保持著一球的勝局 而今場法賓奴也有9次的解圍 4次的產自動和4次的爭頂成功 繼上次對車路士之後 又一次客串中堅踢正選 而他今場表現出一個man of the match級數的表現 某程度上都減輕了沒了雲迪克情況下的焦雷 不過大家都知道他踢防中的身形始終比較瘦弱 雖然他的防守出腳很準 對於地球應付得沒什麼問題 你想扭過他也不容易 對著車路士或亞迪士這些地面組織為主的球隊當然沒問題 但如果對著班尼這些以高空攻勢為主的球隊 又或者對著卡法利雲像上一場對愛華頓 或者對著哈利簡尼這些制空力強的對手 就不知道他能否撐住 就好像之前曼城都是用弗蘭迪奴打中堅 當然他有他的好處 但也有制空力上的問題 所以是否完全可以升任中堅的位置 而看來還要在其他不同的對手的情況下再觀察才知道 而滿將亞迪安今場的表現都尚算可以接受 就作出了四次的破狗 但也不是說沒有犯錯 就好像一開球的時候已經和高尼斯有個誤會 其實高尼斯是護著球已經滾到禁區了 但他也沒有去到亞迪安沒有用手來接 可能真的出營的時候有點慢 亦都溝通不好 高尼斯想留給他 但他出營不夠快 所以沒有接到 上半場亦有一次他傳球被人接到 那一球都很奇怪 他是接應傳送後 他是站在原地 保持球5-6秒 都不動 直到對方前鋒覺得有點奇怪 不如衝上去逼一下 他才開始踢球 這樣就被人封了 那條全球路線就散回頭了 幸好這次做高尼斯可以追回頭做好的防守 再解回攻勢 而最後原場前臨尾 又來回一個救心藥級的手錘 打出去被人射球 整體來說 他對全中的判斷都不算太好 其實還有其他手錘 也有些手錘 是打得不夠遠的 不過叫做不失球 就已經算是收到貨了 其實以次選門將來說 你要求真的不可以太多 前線方面的表現 今場有說過文利的表現 非常活躍 但其他兩個沙拿和費明盧 都不是太有表現 除了那腳沙拿後腳被費明盧被人截了 其實都不算太過表現得到他們的功用 最終高普在60分鐘的時候一次過換了三箭頭 非常大膽的決定 而當時只是領先一球 可以看到其實上季尾都見過 高普當有五個換人名額的時候 調動也是比較闊 可以在半場就先換了 就像天達神一樣 賽前軍衣只說可以踢半場 所以居歷斯宗斯先派上正選用場 而下半場半場才換回神軒 在五個換人名額的情況下 高普都多了用後備力量 甚至一次過把三箭頭換掉 而祖達、沙基里和南野托實 在60分鐘入替三箭頭 而他們的表現都不太差 甚至乎踢出來就比正選的三叉擊更加有活力 而祖達入場都踢得不錯 很多反擊都是由他拆動 而今場也看到他有速度去帶球 去做快速反擊 未拿到入球都是有少少可惜的 而其次看到在中間做A9號的南野托實 他和兩翼都做到很多配合和互傳出來 有球禁區外的競射都射得不錯 但被門將救出了 而整體後備三箭頭的效果都不差 分分鐘都可以給予多些機會 或者有時候可以滲入其中一兩個 去和正選的三叉擊輪換一下 才可以給前線更多的休息機會 不過這個調動也滲透了一些 高普今季前線的排陣次序 就好像見到奧力智也有坐在後備席上面 但前線三個一起換完的時候都沒有用到他 所以證明了現在在南野托實 沙基里和地獄高祖達的排位都比他優先 最後就說說兩個19歲第一次在歐聯上陣的球員 居力斯中斯在半場表現媽媽被換走了 在防守上的協防真的不太積極 站位都比較趨前的 有幾個射門的機會 但實際可以做到的威脅真的不多 而另一個就是中堅的賴斯威廉斯 雖然進來不是做了什麼 但對他來說意義都很大 因為上季是借到第六級別的非職業聯賽 而今季回來除了聯賽盃去踢正選外 來到歐聯都可以後備入體 而且排在上季借去德月史特加的23歲中堅 菲利斯前面 熱身賽打起了名堂的股尾數也不見了 對他來說絕對是一個鼓勵 因為他已經排到馬力普和雲迪克受傷之後 就是在祖高美斯和法賓羅 這個客串中堅排位之後的第三個人選 相似在雲迪克的長頭之下 他的上陣機會都會不少 而且都真的見到他的身材非常高大 現在很多數據上都沒有他的身高很確實的數字出來 但現在在估算下 見到他在賽後和高普一起拍照 他明顯高於高普還有一些距離 而高普已經是1.91米高 相信他可能是1.95米左右的身高了 如果他現在只有19歲 可以健身身高的身高 相信將來他的高空優勢也不是很小 很有潛力的一個小朋友 來到最後就說說之後的賽程 下場就是在星期六晚的凌晨3點對石飛聯 而之後的兩週也要連續繼續踢週中的歐聯賽事 所以賽程都是非常頻密的 而雙兵就好像比較多 好像馬迪普 雲迪克 泰亞高 張伯倫 基達 所以在對著今季狀態不多好的石飛聯 和下星期二對著丹麥球隊米迪蘭特的比賽中 對手相對比較弱 可能可以有更多的輪潤空間見下一些新面孔 那今個星期就說到這裡 希望大家喜歡看我的分析 看完可以訂閱我這個頻道 我們是不專業研究所 下次再見